那么其实呢,我们这个时候怎么样,已经实现了这个小圆点的这个功能,是吧? 这个功能实际上没问题了,是吧?是不是已经没问题了? 应该说没问题了啊,这小圆点啊,你随便点都行啊,应该没问题了。 那么这个小圆点的这个功能实现完之后,我们接着要实现什么呢? 实现这个左边这个箭头和右边这个箭头的功能吧? 好,这个功能的话就稍微有一点麻烦了啊,好,这个功能的话怎么样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什么,从,如果是第三个是吧? 第三个啊,这个时候如果是第三个,假设是第三个是吧? 我点这个向左的箭头,它应该是不是完全倒啊? 那么应该是什么,倒到第二个吧? 点一下倒到第二个,然后再点一下倒到第一个,是这样的啊? 好,倒到第一个之后,再往什么? 再点这个按钮怎么样? 是不是最后一个从这里出来啊? 我再往前倒,比如说我的第一,现在这时候是第一个吧? 我再往前倒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这一个啊,最后一个是不是从这里出来啊? 而不是从右边出来吧? 第四个啊,比如说第四个是不是应该从这边出来啊? 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就跟这个点是不是有一点什么? 违背这个点的规律啊,是吧? 我第二个,第二个跳到第一个,是吧? 这个是没问题吧? 第二个跳到第一个,是吧? 那么第一个跳到第四个,比如说我第一个跳到第四个, 它这个第四个是从右边过来吧? 好,那么如果是这个是第一个,我点这个按钮的时候怎么样? 它是不是从左边过来啊?不是从右边过来,这个明白不明白啊? 是吧? 我点这个按钮啊,它应该是从左边过来啊,不是从右边过来, 所以跟这个圆点是不是对不上啊? 它规律是不是对不上啊?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问题了,是吧? 这时候就有问题了啊 好,这么点是没问题,这么点是没问题啊,这么点是没问题啊 再往前倒的话,再往前倒啊,就有问题了啊,就有问题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就要怎么呢? 就不适合我们刚才写的这个规律了,所以说我们怎么样? 得单独再写,在这里面再单独再写啊 好,那么我们来做一下啊,来做一下这两个 首先要,要什么呀呢?要获取这两个按钮吧? 啊,获取它啊 好,这两个按钮的话是难,哪两个呢?就是这两个啊 这个,这个perview吧? 这个是next吧?啊 这个是往前倒的按钮,这个是往后倒的按钮啊 起码要获取到,是吧? 好,获取,那么就是 啊,多了什么呢? 多了perview啊 多了perview的话就等于这个 多了什么呢?这个啊 好,再来一个向后倒的这个按钮 好,再来一个向后倒的这个按钮,是吧? 然后我们俩做了两个按钮的动画是这样的啊 做两个按钮的动画啊 那么的话一样的,我们在这里获取之后啊 然后我们把整体的动画先放到,还是放到这里了啊,是吧? 这是小远点点击切换吧,是吧? 然后下面放到什么呢? 这是,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呃,向前按钮啊 向前的按钮啊 点击,是吧?点击,然后是切换什么呢? 切换换灯片吧,换灯片啊 好,那么就是什么呢?就是多了什么呢? 多了perview啊,perview啊 多了perview,然后是click的时候,是吧? click的时候啊 这个是吧?多了perview 多了perview click的时候啊,click的时候,然后来一个function吧 对吧?function啊 好 多了perview click的时候,它怎么样呢? function啊 好 这个perview往前倒的时候实际上怎么样呢? 是让这个什么呢? 让这个law,这个perview,这个什么lawly-1吧 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让它减1啊? 没点一次是不是让它减1啊? 比如说我现在的第三个,我往前倒 是不是第二个啊? 再往前倒是不是第一个啊? 那就是它怎么样? 它减1吧 它减1是吧? 进来的时候怎么点击让它减1是吧? 然后是这个什么lawly-1吧? lawly-1是吧? lawly-1是吧? 减减完之后然后怎么样? 来个move吧? 还是这个函数是这样的啊? 同用这个函数来怎么做事情啊? 好,然后是 下面这个啊 下面这个什么呢? next的这个click啊 next的这个click的时候怎么样呢? 就是加加吧 就下一张吧,是吧? 也是move,是吧? 好 这个是向后的按钮啊 向后的按钮点击的时候切换换灯片啊 好 好,这个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来看一下这么写完之后是不是可以了 是吧? 好了,刷新一下是吧 刷新之后那么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这个时候是向后导是吧 向后导点击一下是吧 点击 点啊,这个是没选中吗 啊,单词写错了是吧 PREV是吧 好,再来看一下啊 好,刷新一下是吧 然后这个时候假如说是点这个是吧 是第二章吧,是吧 好,第三章啊 再往前导,是吧 好,第四章是吧 第四章之后然后再导,是吧 再导是没有了,是吧 再导没有了啊 再导又没有了,是吧 它不停的减减吧,是吧 不停的加,是吧 加了第三章是什么 加了第五章是这样的 第五章是没有了 再加什么第六章啊 再加第七章 这个不对了,是吧 所以有个限制吧,是吧 有个限制啊 好,接着比如说 我再点这个 点这个又回来了,是吧 第四章,第三章,第二章 第一章 好,再往前点什么 负一章吧 负一章它反而对了 它就没有 负一章它就对了,是吧 负二章,负三章,是这样的 这就不对了,是吧 所以说我们要修正一下啊 修正这个,是吧 修正怎么修正呢 那么这个地方就只做这个事了 是吧 接着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要这么做了啊 好 这么做的话先怎么做呢 就是 好,那么的话 下面这个实际上是可以什么呢 这两个可以稍微的精简一下啊 好,我们一会儿说吧 这个可以精简啊 我们来说这里 就是说 在几章情况的时候 哪一个几章情况呢 就是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 再往前点的时候 是吧 第一章再往前点 这个时候是不是等于负一啊 等于负一这个时候就有问题了 是吧 负一啊 好,那么的话 这个时候一辅什么呢 这个LowLi 如果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这个时候是 好 如果是小于零的时候 是吧 是不是小于零的时候啊 LowLi小于零啊 LowLi小于零的话 其实相应等于负一是吧 好 负一的时候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好 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让这个什么呢 LowLi啊 LowLi就是 即将要过来的这个Li呢 就等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 因为是 再往前倒 应该是第四个要过来 是吧 第四个要过来的话 相当于是 这个时候是等于 多了什么呢 L1吧 这个是吧 多了L1 然后怎么样 减一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减一啊 减一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完全倒 应该是第四个要过来 那么第四个数应值 应该是三 是不是这样子啊 四减一是不是三啊 是吧 第四个要过来 然后的话 PurviewLi 这个时候应该等于什么呢 PurviewLi 这个时候应该是等于 第四个 那么这个时候 PurviewLi 应该是等于 等于零吧 是吧 等于零啊 第零个吧 是不是零个啊 好 PurviewLi 应该就等于第零个 好 第零个啊 然后是 等于 这个是 这个是等于第四个 这个是等于第零个 是吧 好 好 然后的话 干嘛呢 就把第四个放过去 是吧 第四个放过去啊 然后是就把 把这个放过去啊 就是多了 这个 是吧 把这个是不是 先把它放过去啊 把它放到什么 它是从 应该从左边过来啊 是吧 从左边过来 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再往前倒 是吧 那么这个什么呀 这个什么 第四个应该从这里过来 是吧 从这里过来啊 就是从左边过来啊 从左边过来 那么就是 先把它放到左边去 是吧 放到左边去啊 然后的话怎么样呢 它在运动到什么呢 它在运动到零的位置 是吧 它在运动到零的位置啊 它运动到零的位置 然后怎么样 它在什么呢 运动到 运动到零 它运动到负的 是吧 它运动到负的 这个什么地方呢 运动到这个地方 是吧 就是这个地方啊 就是第四个 先跑到左边去 然后第四个怎么样 再过来是吧 第四个过来 零的位置啊 然后当前这一个 就是第零个怎么样呢 跑到右边去 是吧 跑到右边去 那应该是什么 这个是吧 这个啊 跑到右边去 好 当前这个跑到右边去 然后的话怎么样呢 它们两个质进行交换啊 它们两个质进行交换 这两个质进行交换啊 交换完之后 然后怎么样呢 好 这个时候 这个东西怎么样 这个东西怎么样 不能走下边的啊 因为它不适合下边 不适合下边 比如说 等于负一的时候 这个时候 不能放到下面来 带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这个是个特例 然后是来一个return啊 return 好 返回 就是这个 跑完之后 然后就return了 是吧 好 这是一种特例啊 这是一种特例 因为这个特例的话 不能放到下面来 不能放到下面来 所以说return 这个是什么呢 第一张 第一张往前倒的时候啊 这是第一张 第一张 第一张幻灯片 幻灯片往前倒啊 往前 往前的时候啊 第一张幻灯片往前的时候啊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什么呢 最后一张幻灯片在往后的时候啊 好 最后 最后一张幻灯片 幻灯片 再往后的时候啊 往后 的时候啊 最后一张幻灯片 往后的时候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时候 假如说是 我刷新一下啊 假如说这个时候是第四张吧 第四张之后 再往后面跳 是吧 再往后面 那么 那么这不是第一张从右边过来啊 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时候啊 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是 一辅什么呢 一辅这个什么呢 这个LowLi 然后是 大于什么呢 大于这个多了 认识 减一的时候 是这样的啊 是大于这个的时候啊 但是这个又是个特例啊 这个特例的时候 那么LowLi 这个时候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啊 LowLi 这个时候就等于什么 等于零吧 等于零 就是第零章 又从右边过来啊 好 然后是 ProViewLi的话 这个就是等于 这个时候就等于什么呢 这个 DollarLens减一啊 Lens减一啊 好 这么 这么一定要换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呢 好 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时候的话 那么就是 再来一下 就是当前这个啊 那么LowLi 这个时候应该放到 左边去 是吧 放到右边去啊 放到右边去 是吧 它从右边过来嘛 是吧 好 放到右边去啊 然后的话 这个 LowLi 要运动到这个什么呢 要运动到这个地方 是吧 要运动到这个地方啊 运动到0的位置 然后是 ProViewLi的话 要怎么样呢 要来一个 它从右边过来 那么ProViewLi 运动到左边去吧 那么是负的 是吧 好 然后还是 它们两个交换吧 好 那么是 ProViewLi 就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LowLi 是吧 LowLi 然后再来一个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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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可以 是吧 这么写啊 就是最后一张 换成片 再往后的时候啊 好 这个写完之后 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好 刷新一下啊 刷新之后 比如说这是第一张 我完全倒是吧 往前倒啊 那么就是第四张过来了 是吧 然后第三张 第二张 第一张 是吧 然后再往前倒是第四张 是吧 好 比如说这是 这是第一张 是吧 第一张 然后第二张 第三张 第四张 第四张 再往前倒就是 第一张 这个水果 是吧 好 再往前倒 好 这个没问题 是吧 好 那么我们倒的时候怎么样 倒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点没变啊 这个点是不是没变啊 这个点应该对应的变吧 是吧 点对应的变啊 点对应的变的话 我们把这个点变的这个东西 放在这个click里面 是吧 click里面 那么就是哪个呢 就是在这个 那我来减减啊 然后是 然后是把这个什么呢 move的后面啊 放在move的后面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move会改变这个值吧 是不是在这里面会改变这个值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不能写在这个move的前面啊 因为这个值可能会等于负一 等于负一之后 经过move就变成零了嘛 就变成零之后 然后再怎么样呢 再来什么呢 改变这个点吧 改变这个点啊 那么就是这个点啊 这个点在这里是吧 哪个点呢 是这个点是吧 这个点 这个点然后是哪个点呢 就是什么呢 EQ吧 EQ然后是什么呢 Dollar low LI 是吧 LOW LI啊 Dollar points 因此这个是这个点吧 这个点 然后是当前这个LOW LI 然后它加上一个Active 然后其他的什么呢 就去掉那个Active 是吧 好 这个也一样啊 好 那么这里也一样 好 这里也一样之后 然后再来刷新一下 是吧 刷新一下之后 然后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就再来看一下啊 好 这个时候没问题了 好 这个也没问题了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 这个点的这些东西啊 点的这些东西啊 主要是这个地方有点绕啊 这个地方有点绕 好 主要是这两步啊 这两步